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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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很舒服 池山寺是我一直很想拜访的地方 平时踩单车经过 總會見到觀音迷你又吸睛的身影 到底這個地方是怎樣的呢 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這個香港清淨之地 池山寺位於大埔洞子山上 我選擇在大埔區坐的士 除此之外 大家都可以選擇往洞子的小巴或巴士 另外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入址有一個服裝的要求 要穿有袖的上衣、長褲或長裙 出門口之前記得要留意 每個人都會有一張參學的掛牌 後面會有池山寺的語音導航Apps 下載之後就可以邊閒邊聽 了解池山寺背後的建築設計理念 如何以環境講佛計 入址前會經過四大步驟 走上去就是山門 象徵著慈悲、智慧和方便 山門的兩側是寺院的守護神 仿照了日本東大寺造像的金剛歷史儀造 回頭一望可以看到風平浪靜的套路港 美得好像幅畫一樣 以景記意希望每個人來到這裡 都可以忘記外面的波濤洶湧 棉花寓意自盛的清淨 明明為歡喜地 是想提醒各位參學者來到這裡 將心平靜下來 自然就會深深歡喜 尼勒醬以張木雕製 身上黏上金箔 面上噴桃金粉 殿內的兩邊供奉了四大天王 在民間被譽為風調雨順的吉祥寓意 尼勒殿外面是鐘樓和鼓樓 清神先敲鐘後擊鼓 晚上就反轉 所以有神中無古的說法 穿過尼勒殿的另一邊 是韋陀菩薩 身穿規格手持武器 驅除邪魔 來到大庭院 始終有一盞八角形天燈 又命名為青銅燈籠 參考了日本內良東大寺 大佛電前遺品的設計 大紅寶墊是池山寺的主電 墊內供奉的是橫三世佛 和佛陀修行成佛的道路一樣 提及越高越斜 比喻我們做任何的事 只要堅持精進 就會有所成就 藏經閣是法師用功 蟬座的蟬堂 有時都會做不同類型的修持活動 駱駛是我最喜歡 紙內的其中一個設計 圓深的水柱 象徵著人的煩惱 是源源不絕 放下了執念才能感到平靜 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 浦门即是观音电 是池山寺第二大电 电内安奉于二轮观音 疫情之前也会开放被公众作抄经的活动 浦门的隔离是供水的地方 池山寺以供水代替萧香 水池的隔离提供了水泊 水代表清静的心 给我们以清静的心作为礼物 供养观音菩萨 双手拿着水 平静地走 这个过程其实是想给大家体验 透过照顾水去照顾自己的心 滴水不漏的关键在于察觉 专注和放松 终于都有机会站在观音胜像前面感受它的运位了 当日其实是想为一位朋友祈福 希望他可以平安度过疾病 将淨水倒入千应处 之后放好水泊就完成了 观音胜像造型参照了宋式的白衣观音 总高达76米 左手持正平 右手持智慧宝珠 象征着菩萨毫无保留的慈悲心 走到观音胜像隔离 是池山寺佛教艺术博物馆 香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佛教艺术博物馆 收藏至公园二、三世纪 下至近代的佛教文物都有 因为里面只可以拍照 不可以录影 所以分享这几张照片给大家 参观完博物馆 来到五官堂 疫情前会开放给公众用线 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再来过 地藏店供奉的地藏菩萨 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地藏菩萨的悲愿是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写记代替众生下地狱 希望众生都可以去到极乐世界 门外会有经文书本 参学的人可以拿走 当日下午2点 刚好放映法师的一天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就要留意放映的时间表啦 或者是跟佛有缘 其实我来了两次池山寺 踏入这里的平静 在这里片刻放下对生活的烦忧 走的时候有一种苛然的感觉 我想这个就是它的魅力 我们变了宫廷人物了 修复在头上 我们变成宫廷人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